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完了 完了 不知道他又会想到什么办法来找我 好痛啊 我不是来催你的 真的 那你是来干嘛的 小叔进宫去了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我偷偷来告诉你一声 白天的时候 抓紧时间做吧 我欠你的人情啊 总之天黑之间 我一定会送过去 其实小叔这人 也没有那么不尽人情 停 你要是想把他开拓就算了 我被他害得一晚上没睡好 现在可没心思听你说这些 怎么说他 他也是你的顶头上司 你没事的时候扶个软 总不会错的 不然你们两个 针锋相对一辈子嘛 放心吧 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行行行 你慢慢写 我先走了 小叔 话我带到了 我看冬月姑娘满脸怨气的 既然你不着急要 干嘛让她今天送过来 怎么 你以为我在公报私仇吗 难道不是吗 我要让她明白 她是我冯夕的人 欺负她的事 只有我能做 就算是公报私仇 也只有我能报 我的意思是 她是我礼部所属的人 今天她最好老老实实在房里待着 别又生受什么事段了 去吧 收拾一下 随我入宫 好 我 这不是折磨人吗 一点哪能做完啊 看样子太史局的差事并不轻松啊 你 殿下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你忙不忙 看来 倒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殿下是否有事啊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提起的皮影戏班吗 今天晚上他们会演心曲目 对不起殿下 尚书大人给我派了公务 让我近日之内把这些都做完 要是做不完的话 就让我赶出太史局 不急 离开场还有些时辰 况且整理卷宗仪式 我也帮得着忙 两个人一起做 做得快一些 就可以去看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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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